嗨,大家好呀,今天主要是让大家看看我经常去的一家宠物店 这家店基本上是全市最大的一家分店了 一楼总摆着一个展示用的大海缸 里面总是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这家店基本除了猫狗,其他领域的宠物都有所涉猎 因为居家令也才解除不久,店里好多东西都在打折 经过转角呢,就到了路上宠物区 之前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金丝雀 就以为金丝雀只是那种金色的 讲道理,这家的鸟区还是占了蛮大的空间的 这里卖好多的笼子,鸟梁,鸟玩具什么的 当然啦,各种鹦鹉也在其中 感觉在这边小太阳还是蛮受欢迎的 我去的这天店里人也比较少 相对来说鹦鹉们都比较放松 像小太阳这类的鹦鹉 店里都会负责哪一段时间 所以相对来说,他们也不怎么怕人 不过我从来没见店里喂过成型的种子 以及坚果类的东西,可能是怕鹦鹉们挑凉 滋养完嘛,永远是满满的一盆子 感觉店里面有好多小太阳都已经被领走了 不过这两只却还在 不过西密鹦鹉的外观的确和其他的鹦鹉有点不大一样 不过这两只小家伙也太活泼了吧 店里面还有一两种蚊鸟,不过没有七彩蚊鸟 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来了很多次也就能看到这两种 当然店里还有小兔子刺猬之类的,就不拍了 经过了鹦鹉区之后,就是爬行区 基本上每个爬行种类都有那么一两种 感觉居家令对店里面还是有影响的 爬虫这边的种类明显比以前少了许多 啊,今天这个皮革怎么躲在后面呀 这是店里面的镇店宝 还有一只不知道躲去了哪里,没拍到 看来大家下午都吃饱了,有点呆呆的 哇,一个星期没见,你怎么就开始退皮了呢 之前也想养过石龙子,不过这个环境太难打理了 啊,淡水缸,全靠维护啊 这家店的地下室呢,卖的都是水里的生物 看看楼下的镇店宝 楼下的灯光大部分都很昏暗 只有这几个海缸还可以看一下 咱们在溫里面八尺 未经细细胞全面结构 但是咱们在溫里面 És什么呢,是在溫里面 咱们在溫里面 宝宝 不过温留 小雪 真的